上週陸續有BNT跟莫德納底臺 那我們第15輪的規劃是不是有混打的部分 以及疫苗平臺什麼時候會開放混打的 醫院登記 目前的進行狀況 那如果說未來開放混打的話 是一定要上平臺預約 還是也可以去 直接去醫療院所去 就是掛號接種 第二個部分的想請教是 我們那59萬校期比較接近的AZ 好像是今天配送 那第14期 我們可以看到AZ的預約率其實蠻高的 那想請問 請問是目前觀察AZ疫苗的預約 跟首兩天實際接種情況 是不是沒有所謂 緩打的一個狀況 謝謝 有關第15期的規劃 應該是看明後天是不是可以跟各位說明 那我們目前還是規劃混打的部分 在11月還是 都有可能 那這個這個應該不會跳票 那再來就是有關AZ的預約跟施打 因為第14期 剛好遇到6日 那這本來 本來這個施打的6日的接種的 一個 就是數量本來就不多 所以 據我們 上次我跟各位說明 只要 各個疫苗 他只要 其實只要預約之後 那大概都有9成以上的一個施打率 那其他的 部分我 會後 我再請同仁提供數據 好不好 什麼平台 就是疫苗平台 我們會開放登記 就是混打嘛 那就是說 那如果要混打 到底是不是一定要在平台上預約 還是說 他可以自己去醫療院所掛號也是可以的 目前我們還是規劃在平台上面做意願的登記 然後在 在這個預約接種的部分 都在平台上面 進行 那近日如果 時間已經 ready的話 就會開放